Hey! What's up? Welcome to L.M. VLOG! Toronto 就是加拿大的東面 香港飛過來 就算直航 都需要飛15個小時 那麼遠想來到玩 當然要玩盡它 Toronto 本身 固然多野玩 但其實它附近 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是值得大家去的 例如你可以花一天 去西面的尼亞拉瓜大瀑布 Niagrad 4 如果你時間鬆動點的話 可以花三四天 去東面的Cubec City 和Montreor 前陣子阿妹就去香港 過了Toronto 探訪我們 我們就帶了它去這地方玩 今天就帶大家看看Cubec City 有什麼玩 我們今次的行程 由Toronto 出發 首先在Prince-Erik County 看薰衣草田 之後就駕駛上Montreor 睡一晚 第二天起床就駕駛上Cubec City 之後再回到Montreor 玩幾天 到最後就是Montreor 直接回到Toronto 第一站 第一站Prince-Erik County 由Toronto 出發需要2小時46分鐘 到了我們的第一站了 Prince-Erik County的薰衣草田 薰衣草是很惹蜜蜂 尤其是那些大的Bumblebee 不過如果想拍照的話 其實都不用太害怕 只要慢慢走過去 不要有太大的動作 基本上它都不會針你 拍照後繼續上路 薰衣草田去Montreor 3小時49分鐘 由天亮至天黑 終於到達Montreor 這裏就是今晚我們住的酒店 我們來個Room Tour 這間酒店是用棋缸的 而且只有一邊玻璃 我就非常不喜歡 因為這樣水可以彈出來 房間中間有一個Queen Size Bag 旁邊是微波爐 雪櫃和升盤 床旁邊有Sova Bag 旁邊有一個冷暖風機 因為這間酒店不是行中央冷氣 這間酒店雖然小小間 沒什麼設施 但胜在硬件夠新正 作為一個中途站 非常理想 就算到HIGHWAY 但整晚我們都聽不到車聲 隔音做得非常好 酒店的入口就在HIGHWAY的XC旁邊 所以不要駕那麼快 不然就很容易錯過了 check out之後我們駕了10分鐘 就來到這間餐廳吃Brunch 明明有很多位置 為什麼人們還站著等呢 加拿大就是這樣 價錢就貴了少少 因為這邊是QB 稅是14% 這個就是我的Brunch 煙肉蛋黃火配薯粒 和大量的水果 真的吃不完 Montrele去Cubec City 3小時左右 來到Cubec City 我們又來個Room Tour 一日放右邊有個3塊梳窗桌 但我們已經放了東西 左邊有個衣帽間 一打開就有整塊 是一整塊燙生板 真是少見 到廁所了 非常之寬敞 有兩個星盤 可以兩個人同時間一起擦 浴缸 有兩塊玻璃門的 非常之好 那就不怕彈灑的水出來 最後一邊就是馬桶 還可以關門 出去了 藍色這張就是沙發床 上面有星盤 咖啡 酒店在Cubec City的Downtown 所以看出去就會見到高樓大廈 而另一邊看出去也不錯 有很多 Creen size bed 但為何覺得好像很小 這間酒店的正中間是有個泳池 所以整間酒店都充滿著陸氣的味道 不過幸好房間就沒有了 如果不是就難頂了 放下行李 我們就向Cubec City的大街出發 穿過這個洞洞 前面就是很多餐廳和商店 由於現在是暑假旅遊旺季 所以這條街是非常之多人 哇 好香的泡菊味 哇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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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ubec City 經常都會有人在街上玩音樂 Cubec C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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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出名的一間酒店 韓劇鬼怪都在取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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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有人在酒店旁會有一大片空地 給你人散步、拍照、看看風景 頗寫意 滿意的 再到Montreal Cubec City 感覺好像離開加拿大 再到歐洲 這邊的街道和建築物都充滿歐陸的風味 这边的Official Language是French 所以在街上 每个都说French的时候 感觉就更加像去了欧洲 这里是另一个影响打卡的热点 下楼梯之后 你会见到更多的店铺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看看早上6点半的杰一树年是如何 平时多人到爆炸的大卡热点非常清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同样 Stockholm 谢谢大家 阿妹就說想吃Crab, 我們就等這間開門 11點正終於開門了, 我們是第一台顧客 我們叫了火腿蛋蘑菇Crab, 和海鮮Crab share 阿妹說要吃蠔, 所以叫了兩隻蠔 今集就說到這裡, 下一集就帶大家去Montreal 密切留意千萬不要錯過呀! 我今天就帶來了 我今天也看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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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